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江山 女25岁 北京师范大学中科 新媒体艺术专业 大家好 我是江山 我出生黑龙江 然后在北京定居 17岁开始工作 一边上学 一边没正经事的工作 到现在已经工作7年了 然后做短视频运营 服务过上百家企业 做我这个行业 我应该是很少有的 大学学什么 出来工作做什么的人 然后现在也想通过 我们这个非你魔术 找一个合适的工作 谢谢大家 这是送你的礼物 你这画的是我 当然是你了 你不记得了吗 我知道 我就头上顶着尿布的没有 对对对 但这不像我 这嘴唇不像 还行啊 可以 非常像了 你啥时候画的 就在今天上台前一个小时 是我跟你聊完天之后啊 聊天之前 聊天之后 聊天之前 我跟他聊了聊 因为我看了一下他的简历啊 如果大家要招新媒体的人才 他的这个简历的经历啊 比较注目啊 17岁到25岁 8年都在做短视频 来说一下 你刚才说你为几百家企业服务过 在此之前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关注上做短视频的 我从一开始工作我就有目标 我特别喜欢电影 我喜欢这种视频制作 我就想当个导演 一开始就是剪鬼畜视频嘛 对 避站上 对对对 然后我就觉得 我本来就是学剪辑的 我就觉得这手法挺好玩的 反正当导演 我现在一时半会儿也当不上 那我就当个搞笑的后妻吧 我就开始剪 我记得当时 《甄嬛传》特别热 对 鬼畜视频特别多 虽然我们很反对 剪这种视频 对 但是我 破坏别人的作品 就是你们这些人 对 就是我是在做 这个B站上第一批 你做的第一个浏览量 非常高的是多少 26万优酷 那个时候优酷的 就这种像我这种 不知名的人士发的东西 能有26万 而且有人抄袭我的作品 我就很开心 好意思 就是你们这些人 毁掉作品的 你今天带了视频 给我们看吗 没有 因为我觉得那些东西 上不了台面 你真正开始不胡闹 不自己想怎么剪 就怎么剪 真正开始服务一份工作 和一个客户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从我第一份工作的 最后一个项目 也是因为那个工作 作为我第一个老板 让我从公司走 让我出去找一个 有未来的工作 是剪了一个 特别正规的国企视频 然后把他们领导 剪得特别那什么 特别搞笑 然后他们领导就付了我钱 然后我们老板就说 那人家都给你钱 我希望你去找更好的工作 你去找一个 至少离你导演的电影梦更近的 所以我就找了一个 就是我纯做后期 但是我还愿意去帮甲方服务 去给他们做很多很多的视频 但是这个 就是后来我就被我们公司 单独利用出来了 就是你不要做后期了 你不是一个正经的后期 然后后来慢慢慢慢 有一些短视频平台了 然后我就开始做自己的围唠 我就自己出来开了一个公司 把这些甲方 拢到我自己这了 那你走的时候 你带走了客户 也不算 就我第二家公司的老板 也是认同我这样的 因为他们 他不想做这话 他觉得这话没意义 所以你就开始创业了 对 而且还好 就一些大的平台 愿意跟我合作 但是他们合作的要求就是 你不要在北京 北京市场你拼不上 你去别的地方 西藏啊 新疆啊 然后就在新疆待了三年 你在新疆干得怎么样 从五个人做 最多做到了23个人 做的内容是什么 哪个企业要搞活动 我们就去直播 然后一开始就是直播 像综艺直播 我也去给芒果威视的 完美加热 做过整档 整档全包 我策划 我做后期 我做直播 我做剪辑 然后我做全发 在新疆怎么做到湖南去 是通过这个方式 所以我有了很高的平台 对我的认知 挣到钱了吗 60多万 那是我的第一桶金 但是后来分吧分吧 其实到我手里也就20万 就几乎是见者必分 在那段时间主要做直播 没有做短视频了是吧 那个时候短视频还很少 我只是把短视频用作宣发 短视频没有商业价值 做做导流嘛 对对对对 我从回北京之后 一直在结私活 其实两个项目 就够我们活一年的 那你干嘛来找工作 你完全可以有能力 自己生存嘛 因为我发现 我对生活没有规划 我现在处于一个迷茫期 我需要找个工作 有个人去带我 去往哪走 你想往哪走 我想往金融方向 或者旅游方向走 一方面是能理财 我没有理财意识 从小就没有 这就是我觉得 我跟别人不太一样的点 比如说我不会理财 我就要去学理财 但是我还会做 抖音短视频 我相信有理财公司 或者是投资公司 认为我在他们公司 是有存在必要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一直延续着我的优势 在学一些新的知识 对对对 那不过江江山 你是不是把投资和理财 搞混了 我没有弄错 我站在这个台上 我就是一个白志 但是我想干嘛 我想干金融有关的 至于它是什么 公司投资啊 理财也无所谓 我需要这么一个环境 我要进入这个环境 我才知道里面有什么 她是一个 我觉得说的特别对 她每一句话 我都能听明白 谢谢 说明你跟她是一样的人 完全一样 千里命之音 真的真的 就是我明白她什么意思 她其实她是对钱 没有那个数字的概念 她现在想说 我去一个跟钱 打交道的地方 了解财富是什么东西 对 你的意思是说 我有能力 年纪轻心赚到一堆的钱 但是 不知道怎么办 我不认识钱是什么 她就是这样 是这个意思吗 那加上我正好 因为我正好也想学习一下 反正做短视频嘛 我就知道嘛 她招你肯定是为她拍 对 如果说我们 我们也是 就是投资公司嘛 那比如说你来给黑洞 做整个短视频的 这个运营规划 因为我们投资公司的话 投资人就是产品嘛 对吧 然后完了就是我们 投的项目嘛 对吧 这两个板块嘛 所以那基于这个来讲的话 你有什么样的一些 运营的规划和建议呢 不好意思 我会做 但是这不是我想做的事情 我喜欢 比如说如果投资人 想打造他投资的公司 就是你还是为产品 或者服务去打造 投资项目 对不对 不是产品 对 因为你服务去个人 其实是一件既容易 又很难的事 我是那斯凯特户外 如果你要服务我们公司 你认为你要做的是什么呢 如果是您的旅行公司 我会签好几十个旅行达人 一开始买蜂窝也是这么做的 像试睡师 然后我们去让这些主播 去做试睡旅游 其实他们你不给钱 他们也是可以的 但是他们要有流量 或者是能做出流量 这种情况的话 你会凌晨把你的货 通过这些主播带出去 我们互惠互利 他说的这个是没错的 明白了 好 你要求薪资多少 我要求薪资是12000 然后加我 以薪 对 带货的提成 或者是我谈的客户 要10% 10% 来 第一轮选择曲货流 生气了 有人生气了 不打造你 还有试战灯 来 天生我有才 天生我有才 你有没有带你的视频来 那你展示什么呢 我写了一个西班牙语诗给我 你什么时候学的西班牙语 我这两年没啥事干吗 学了一年 没啥事干 学了一个小语种 嗯 这孩子真的逻辑有 到什么水平你喜欢西班牙语 我学到了B2 但是我的口语水准也就AEAR吧 特别喜欢它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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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都听懂了 我爱你吧 对 这首诗是 西班牙人 会给自己妈妈 就是到母亲节 去朗诵的一首诗 因为我学西语的前 一开始是我自己出的 但是后来 我发现学一个新语言 好贵 都是我妈妈出的 就即使她听不懂 但是我有努力 我要告诉我妈妈 就 其实我真的很努力 在做很多事情 我们俩不会沟通 我和我妈妈不会沟通 其实像我读西语一样 我是说了很多 感情上有关的事情 跟她说 但是她听不懂 我也懒得说 其实是一样的 为什么你跟你妈妈 不能沟通啊 因为我爸妈 一直在工作 就是我跟阿姨 都不会吵架 但是跟我妈 一说话就吵架 但是我是爱她的 其实那我建议 你可以用正常的语言 通过镜头 是不是可以跟妈妈聊一聊 但是我妈肯定不会看的 我觉得会伤我的心 没关系 不一定 她可能会看的 她可能会偷偷地看 偷偷地看 她不告诉你的 不告诉你 好 我妈妈 你是我的朋友 你在我需要的时候 陪伴着我 给我鼓励 你也是我的勇士 你在我一无是处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你帮我打败敌方 去为我占领 我自己的自信 妈妈 像我们这种朋友 又占有的感情 我非常感谢 感谢你带我来到这个世界 我觉得小孩挺好的 我觉得他的学习力很强 我不太明白 你为什么学西班牙语 但是就是因为好奇吗 就是其实我现在 做的所有事情 我的学习 很多人不理解 为什么我做短视频 我不去政签 你随性吧 对吧 我不是随性 我是有目的的 因为我想去把 我将来做的事 扩大更多的国家 西班牙语是 世界第三大宇宙 使用西班牙语非常多 西班牙语使用的人挺多 我知道南美很多 来来来 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这道题我看他怎么回答 期待 领导是个工作狂人 虽说能学到很多东西 但脾气暴躁 而且需要跟他一样 私人时间越来越少 没关系 我很喜欢暴躁的人 你喜欢很忙的人 我可以理解 为什么喜欢暴躁的人 因为他这么暴躁 脾气这么差 情商这么低 还比我厉害 他肯定有更多 你知道我对 你是喜欢脾气暴躁的人 是喜欢有情绪的人 有本事 不喜欢有情绪 情绪控制不了自己 但是脾气暴躁 说明他对这个事情 达到的目标 他就是控制不了自己 对 他对这个事情 我的理解是什么 我的理解是一直以来 你连跟妈妈吵架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你希望一个 能够表达自己情绪的人 哪怕是暴躁一点 你都不厌烦他 我的理解是这样 真的好懂我 是不是这个理解 就是他平时想跟他妈吵架架 都都吵不上嘛 多可爱啊 对不对 所以你喜欢一个这样的人 跟他在一起 忙 有事干 有情绪 来 吵我发 至少有人吵我发笔记 来我们公司 对 这边 江山 我其实特别能理解你 但是我不认为这个方式是对的 比如说你讲 如果一个老板 他能够教会你东西 那你当然要感恩了 但是如果他的情绪稳定性很差 其实他会让你的 这个工作的幸福感也会降低 那你要学会怎么调频 甚至能够去 让老板脾气暴躁 如果还能降下来 那你就很厉害了 把选择权交给你们 来 第二轮选择去后流 四盏灯 李徐,你先来 我们是脆身生薯条 你们一些经验可以平衡过来 听经 对,我们的听经 客东东 八千 北京 八千家 工作地点在北京 那个家是我们的提成 短视频部分的提成 可以根据你的业绩 然后我们可以再商量百分之十起 来,真话 江三,我特别相信你一开始就能做好 而且我喜欢你身上的一股闯进和你的追求 谢谢老师 来,何宁宁 对,然后首先第一个是家旅游公司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有平台的资源 然后迎客留自己的这个短视频的运营的号 然后可以交给你全权运营 而且让你来带团队 嗯 来,灭两盏留两阵 他朝薯条走去 哈哈哈哈哈哈 抱歉,老师 接下来是灭谁呢 何宁宁 嗯 老师,我觉得我颜值配不上公司 孟权 来,有请何宁宁,曾华 谈前不上钢戏 好 好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咱们现在目前有 制作团队的 就短视频团队 我有两个负责就是录制剪辑的能友 你到这边呢,你指挥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这边就是校业务有几十号了嘛 对吧 然后他们其实可以去谈 就是有时候我们不太懂得如何去谈 来,你们这边 四个商务 然后还有一个后期剪辑 他去是干什么呢 他要去整个那种 统筹啊,负责啊 对,对,对,要带团队 来,考虑一下做出你最后的选择,十秒 好 哦 斯凯乐 银科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哦,谢谢 我,我自己走吧 啊,为什么呀 还是想去投资公司 杨蓉,你赢了 没有,杨蓉,你赢了 没有,杨森,我会让他很围栏的 哦,没关系 虽然他听到你说 你能不能打造我的时候,他哭了 但是呢,他还是想挑战一下 我觉得未来,你起码我们十二个人都大概率会是你的客户的 就因为他灭了两个人 我反而觉得 我肯定不会跟他合作的 我觉得他是在 他的求职的动机 我都会现在怀疑 为什么 他玩了我们 小姑娘 我说一下 就是小叶的 特别冲动地喜欢他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刚才看到他灭了两位老板之后 包括因为你彩排的时候 我也在 我在这儿休息 你在这儿彩排 就感觉你的玩世不恭的态度 包括你最后灭了两个人 然后你在这儿跟我说了一句 就说对不起我的颜值 配不上您的公司 我觉得都特别没有诚意 东东 我因为我敌人就灭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特别的姑娘 她有特别的逻辑 她有特别的心理 我们未必每个人都能理解她 像我这种我就看不懂 但是我后来仔细听 她有她自己的逻辑 好 咱们不说了啊 姑娘 从头到尾 我就没有期待 她会有正常的选择 如果你要真想去 投资公司 你抬一下跟养猪聊一聊 嗯 可以 好不好 好好跟她聊一聊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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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